对于叙利亚的局势变化 42名身处当地的我国公民目前安全无余 外交部表明将会持续的紧盯局势的变化 也会尽全力的确保旅居当地的我国公民安全 外交部发文告表明 目前正在透过我国驻当地的领事人员 和旅居当地的我国公民接洽 根据外交部目前掌握的资料 共有37名我国学生 外加5名公民 目前正在叙利亚境内 他们全都安全 外交部也呼吁身处叙利亚 以及周边国家的国人 透过e-consular网站来进行登记 以便掌握最及时的消息 而任何有需要协助的国人 可以通过热线或电邮的方式 联络我国驻叙利亚领事馆 或我国驻约旦安曼的大使馆 为了还要留下来 学区的流程中 和其他人的交流 用一步的静谴 使用一步的静谴 可以通过转换的 也要有叙利亚领事件 有请